接下来还有一种鱼是在水面活动 但是它并不是生物 而是在英国泰晤士河 专门吃塑胶垃圾的机器鲨鱼 一天可以吃掉两万多个宝特瓶 张着大大的嘴巴 将各种垃圾吃下肚 伦敦泰晤士河上 这款名叫垃圾沙的水上机器人 可以透过遥控操作 也可以像家里的扫地机器人一样自主游走 充满电力单趟可跑上五公里 收集多达五百公斤的塑胶和其他垃圾 英国研发业者表示 这款水上清垃圾机器人不会排碳 没有噪音也不会制造光害 因此使用时不会对水中生物造成威胁 一天下来可以收集多达两万两千七百个宝特瓶 业者说当初他们是看到有人在开普敦港 用网子捞垃圾 看来十分没有效率 因此才会突发奇想 推出这款机器人 除了清垃圾 它还具有监测水质的功能 这款水上机器人目前售价两万英镑 折合台币约七十五点五万元 在英国也可以用每个月一千英镑作用 有了它以后 泰晤士河渴望变得更干净 也可用来清理海岸的废弃物 公事新闻在外面变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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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